Hello 大家好! 努力新年張志相信不少已婚人士已經準備好封利市 根據香港研究協會就農力新年作出調查 調查發現超過半數受訪者將會封20元利市 三成判受訪者表示今年農曆年消費較去年增加 香港研究協會在上個月底訪問了1029名市民 只有21%預計今年封利市的金額較去年上升 有13%表示會減少 與之前差不多的佔6成1 其中5成4受訪者派20元 16%派100元或以上 12%派10元 當中超過一半受訪者將會派20元利市 協會認為在全球經濟低迷下 市民在封利市時交手緊 這是正常的 大家賺錢少了 在消費方面 有三成半受訪者表示 今年農曆新年消費將會較去年增加 有三成八表示 與去年差不多 只有一成九表示會減少 結果顯示市民不會因為市況欠佳 而減少於農曆新年期間的消費 調查亦問及今年外游次數 結果發現有六成二人表示一定不會或多數不會出外旅遊 只有三成一表示今年會外游 結果顯示在復償後市民外游意欲增加了 調查亦發現有三成二受訪者預計今年將會加工 只有三成受訪者認為不會 是五年以來首次預計加薪的比例超過不會加薪 顯示市民憧憬今年經濟會復甦 澳門市民包利市和香港都差不多 應該大部分 包給普通朋友小朋友 通常都是包20元 一次過給兩封 有些就一封20元 稍為熟少少的 通常是50-100元 一封或者兩封都有 至於外游方面 澳門人今個春節可能會比較少外游 因為屯費還是比較貴 多數是回鄉下 或者大灣區自駕遊 以及跟屯回內地玩 經濟又實惠 好 這一集就 看到星期間得上 支持我 記得訂閱、按讚和分享 我們下集見